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一位足球区的视频博主 平时喜欢做做视频聊聊球 定期直播解说中国流量球员的比赛 喜欢我的朋友和点赞关注 看我简洁进Q情,了解直播排程 最近,国足两名球员在试域赛后的全英文采访 在互联网上火了 在我看来,这个视频片段能火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它踩中了大众的刻板印象 因为在大部分的人看来 国足这种插身就不应该有任何的优点 甚至连和场上技术无关的英文采访 国足大爷们就应该带个翻译才符合形象 结果没想到接受采访的李磊和王上元不给面子 他俩的英语口语还挺不错的 让各位刚刚准备好键盘的大侠们失望了 当然,键盘侠们又岂是那么容易承认自己的失败的呢 所以,在视频的评论区中必须得留下一句 把学英语的时间拿去踢球 绝对不会踢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狠话 或者这么说吧 其实这个英文采访的记者也选错了对象 他偏偏选了国足阵中两位有过刘洋经历的球员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欧美国家长期生活的话 英语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说说采访中英文明显更流利的王上元 王上元在2013到15年间曾在比利时刘洋 当时效率于布鲁日俱乐部 而有关他的刘洋生涯 我之前也做视频介绍过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上元在加盟布鲁日之前 还曾在英超豪门曼城视讯过一段时间 而且王上元本身就是校园足球的代表性人物 在加盟布鲁日之前 他在北京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编读书练球 从名字上你就能看得出来 这家俱乐部和北京名校人大附中的关系 所以王上元在中学的时候 文化课那是一点也没落下 在2013年的时候 尽管王上元不断出国视讯球队 文化课的学习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但就算如此 王上元依旧在当年的高考上 取得了超过400分的成绩 并且相比考试的成绩 王上元自己也知道学习知识的重要性 他曾在17岁时去日本踢完比赛后 写了一篇长达1000字的日记 来记录自己的感想和心得 这或许也解释了 为什么王上元在回国生活10年之后 依旧能用流利的英语接受采访 因为他一直都有着活到老学到老的习惯 而另一位接受采访的李磊 则是职业生涯至今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国内 只在2022到23年间 前往瑞士超的苏黎世草梦俱乐部踢球 而他的英语明显和王上元相比 要越迅一点 并且通过他的Argentina和Yard发音 就能感觉出来 他在瑞士流洋时 可能更多受到了当地德语口音的影响 而国足球员用英语接受采访 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视频平台上有很多的片段 像范志毅 戴伟俊 张玉宁 包括我之前也发过的何振宇 基本上这些有过长期流洋经历的职业球员 他们的英语口语交流能力 都不会太差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对我的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大家的评论 就要大幕区各书几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